白净亭的脚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,但是脚趾头歪的看着有点心疼。 明星们的脚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口中的话题,现在大家看明星的角度,好像不再是颜值。 而是各种连我们这些小编们都抓不到的点。 这不,最近白净亭又因为脚的事情被不少网友们调侃,像都在猜测她的码数到底是多少。 毕竟在之前很多次的时候,她的脚给人呈现了效果。 就是如下面一样,真的是大了很多很多呢。 近距离观看的时候,感觉这个空隙还是可以放很多根手指的吧。 这么不合适的鞋子,也是男伪人白净亭了呢。 铁板上面都说白净亭的鞋码是45。 其实这也不算是很小了吧,对于男生来说。 毕竟我身边普遍的男生脚的长度都在41至43左右啊。 但是为什么每次白净亭都会因为鞋子的问题嫌脚小呢? 细看这双脚,其实大家不难发现一个问题。 那就是脚趾头是有点拼的,不太平整。 而脚趾甲也是非常长的呢。 更是有不少网友因为这个梗,在评论区开启了调侃的模式。 据说白净亭的脚这个样子,是因为平时爱打球,所以就很容易导致脚步变形什么的。 毕竟不少的运动员脚步都不是很好看,像之前的董立的脚也是那样。 在节目中有一个镜头是董立帮阿拉雷洗完脚以后两人的对话。 动力让阿拉雷看着自己洗脚,然后再脱下鞋子的那一刻。 阿拉雷看着动力的脚就有点小小的吃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着挺吓人的,更是自己在节目中开启玩笑,说自己的脚跟80多岁的人一样。 所以白净亭脚变形是因为打球的脚步。 这些脚步的脚步也是很有可能的。 也很有可能为了穿鞋舒适,所以就选择了大马的鞋子穿着。 也就很容易出现那种脚穿着鞋子大了很多的现场。 也不知道男明星是不是都不怎么爱打理自己的脚趾甲。 像之前吴云凡,也是被不少人发现,脚趾甲不怎么搭理。 看起来挺酷的一张照片,挺帅气的一个人,挺漂亮的一个风景。 但是却就是这么一张我自认为挺好的照片,却被不少细心的网友们钻了空子。 放大后的照片,看到这个细节,真的就是没有话说。 这脚趾甲实在是太长了吧,看样子就知道很少修理。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明星们还是要好好保护一下自己的脚哟。 感谢观看